大家好,我是面具男 今天给大家带来利宾的一把刀 利宾的这把刀呢,怎么说 我之前给他介绍过了几款 不是几款,一款他的那个虎幅 对吧,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这是他新出的一款 应该是叫金科 然后我又拿到了 然后其实已经拿到一段时间了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下视频 因为之前吧,我这边加了刀可能比较多 所以说没来得及大家做 包括今天我这个设备忘带了 忘带那个单位了 然后我又借了块手机 然后才给大家拍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送的是两个,一个刀盒,一个刀带 然后刀带里边的话是他常规的刀带 然后加了一个垫片的配件 还有几个螺丝 然后这个没什么好看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了一件 这个刀盒的话里面打开 把刀拿出来 然后还是送了一块擦刀布 因为之前那个虎幅买了很多 所以说我这边这种刀盒子一下子就是增加了很多 然后我们来重点看看今天的这把主体刀 我这边有点满,东西放不下了 好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 可以打带子打开 好嘞,打开了啊 然后这是它的外观啊 这是它的外观 我不知道在这个灯光下能不能看出来啊 还是蛮漂亮的啊 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这是一把双刃啊 双刃,慢慢给大家打开一下 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双刃 并且呢 它发售的时候吧 应该是单边开刃的 但是我又要求它开了 把刀背这个刃给开了啊 就真正的变成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双刃这刀了 双刃就是有个尴尬之处啊 就是双刃比较凶这把刀对吧 比较凶比较容易砸了 切手啊 看我这个位置 已经比他切了一下了啊 这个手这不是脏的啊 这我今天吃脏肾染的这个颜色 洗不掉了 用洗手也洗了吧 洗不掉了啊 好,然后说一下这个品牌啊 一斌这个品牌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尤其是它的做工和这个 这个复制能力啊 是非常非常强的 并且做出来的作品吧 也是都比较好啊 都比较好 这一款应该是它的原创设计啊 应该是它的原创设计 然后用的是电片结构 用的这个锁头是太锁啊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的两个元素在里边 同时我还有没有入手过这种双刃类型的折刀啊 然后我就入了一个啊 入了一个 嗯 这个很吓人这个东西 当场犯车 对吧 不行我是打不开了这个手 快废了快给我废了一下啊 这个手滑到一次之后 我就对它产生一种恐惧感啊 恐惧感 然后这个 这把刀吧 整体的外观设计一图 那要么就是让你日常把玩的 要么就是战术用途了 对不对啊 就是纯粹的就是说格斗用途了啊 是一把匕首啊 类似于一把匕首 嗯 刀片的话 它的这个刃型是前段用的这个是个匕首刃啊 这是首先第一个是个匕首刃 第二个是前段 它用的是这种普通的平膜啊 平膜开刃 然后后面用的是一个微凹膜啊 微凹膜开刃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 呃 这个渐变方式的 因为之前微技术好像也出过一把这样的UT啊 一把钢柄的UT 也是这种渐变开刃 但是我没找到啊 除了在视频上有一把之外 我没有再找到同类型的其他款 如果有的话 我可能会买一把钢柄微技术UT了啊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刃材的话用的是M390 但是它没有在刀片上做任何的标志 和标识啊 这一点也是呃 很不错的 那整体显得非常简洁 然后刀片外观用的是这种 嗯 断面吧 应该叫做 对吧 不能叫拉丝了啊 就断面 然后呃 开刃相对来说还是 比较齐的 对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的啊 肯定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这种量产东西啊 它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啊 但是呃肉眼 应该是分辨不大太出来吧 应该 对吧 这边可能有点不齐啊 但是这边是齐的啊 就就这个就是能做成这样 其实已经不错了 因为它这个韧性加工难度还是有的 呃 这是整体的刀刃啊 非常的犀利啊 尤其是我开了双刃之后啊 两边都是可以削这个东西的啊 削这个东西的很快啊 我手头又没有东西给大家削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嗯 我拿个东西吧 拿个这个 这个这个仪器性这个包装袋啊 仪器性餐具的这个包装袋 我给大家削一下啊 我首先用正面的这个刃啊 正面这个刃 非常的锋利啊 非常的锋利 然后再用反面的这个刃啊 再用反面这个刃 同样都是有效的啊 这是一把真真正正的双刃刀 嗯 双刃剑双刃剑吧 嗯 有好处就有坏处 对吧 两面都能用 但是就非常容易伤到自己啊 这是这是我对这把刀最大的理解了 一件事 好 刃刑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开刃啊 开刃用的是这个 非常细的刃线啊 开的极右刃 那利宾这个加工技术 这也没得调了啊 没得调了 嗯 然后锋利度 刚才我们也看了啊 很不错 然后这个刃刑的特点呢 就是穿刺起来的话是非常的给力的啊 并且同时又兼顾了一下刀头的这个强度啊 刀头的这个强度 因为他前段用的是这个平毛开刃嘛 对吧 呃 镜面一样焦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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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面好歹还好看 好 然后 刀饼啊 刀饼 然后用料是TT4钛合金 然后我这个是做的阳激氧化青铜色 在这个灯光下可能看不大出来 嗯 可能看不大出来 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做的太深了还是是怎么关系啊 然后竹竹这边用的是一个钛码啊 背面也是有钛码 呃 在用料方面他还是挺下功夫的啊 挺下功夫的 引起到一个点缀效果吧 对吧 毕竟这把刀也不贵 呃 然后这就是人体工学做的很好啊 很好 有没有处理的话 他也是苍苍实习的啊 然后让你整体起来握持手感啊 握持手感 然后还是蛮不错的 啊 饼的大小 因为我手偏大啊 我手偏大 在握持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那一般人的手握持起来肯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这是 这是手感 然后下一个点就是他的这个正握和反握 因为他是对称设计啊 对称设计 所以说 不管你怎么握啊 都很舒服啊 都很舒服 嗯 都是一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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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啊 没有就是说哪个姿势比哪个姿势要舒服啊 另一个姿势比另一个姿势要舒服 好 下一个防滑设计啊 在这个刀片的这个前期快开啊 前期快开这个地方有一个呃 前置快开起有一个防滑尺啊 但是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啊 看太细了 这个防滑尺啊 非常的刮手啊 疼啊 刮是刮的手疼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防滑设计 然后刀并上它会有一个五个孔的设计啊 背面也是有五个小孔的设计 呃 整体设计感还是蛮不错啊 还是蛮不错的 嗯 螺丝的话呃 正面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啊 正面的话是看不出来 它是用的一个这个胎码 然后背面的话用的是一颗螺丝来穿过它 一个应该是钛合金螺丝 然后刀尾部啊 刀的尾部用的是这个两颗长螺丝啊 一直贯穿这个背夹 以及贯穿到这块太柄上啊 形成了包括它一丢丢的这个小的这个背骨啊 它是分段式的背骨两块啊 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支撑的效果啊 这样吗 这样这把刀一般双刃的支撑效果一般都是偏差的啊 这样这把刀的支撑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这个开刀方式啊 开刀方式就是一个前期快开 我这个地方我是给大家怎么伤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得小心点啊 我是用大拇指开啊 我大拇指开的比较溜 但是我打开之后啊 把刀打开之后 我的大拇指没来得及撤回 一下子压在手上了 然后就给切开了啊 切的还当时还挺严重的 幸亏是被刀根切的 对吧 然后导致我现在不得不只能用这个这个这个 拇指啊 拇指快开 我这手吧 又比较笨 然后手又偏大嘛 那又比较笨啊 我只小心翼翼的挑 因为我也害怕 确实啊 才会把它打开 在这个开启设计上 我觉得设计的不是特别好啊 不是特别好 你这说实话 算了 太吓人了 这个我怕会再切到手啊 这个这个很吓人 我我我真的不应该再开这个双刃啊 其实这不是人家的问题啊 因为人家默认的都这边都是不开刃的啊 只开单边刃 这样的话 大家都不会像我这种情况切到手了 对吧 但是我要求开了双刃了双刃双刃嘛 对吧 开了双刃之后就有这个问题了 双刃剑啊 就开刀的时候非常容易无伤到自己 关刀的时候也是啊 因为我们的习惯啊 玩着刀的习惯啊 用手会去碰一下这个刀片 这会可能就会碰到刀刃上 一旦忘了之后 好 这是这个一个小问题吧 对吧 呃 开刀舒适度啊 这个整体这个顺滑程度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这是一把电片这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像他其实像大刹一样已经做到 我只要是下压他的锁定啊 刀头就会落下来啊 对吧 能够达到这个电片达到这个 就是说顺滑度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非常不错了 然后再下一点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解锁手感啊 解锁手感 他在这个刀柄的一侧位置啊 给你预留了一个解锁槽啊 一个解锁槽 解锁力度我试了试还行啊 还行 稍微偏硬一点点啊 稍微偏硬一点点 但是这个我感觉他硬点好吧 因为他软了之后我也不放心啊 对吧 他要切回来这个双刃 他是丝毫没有护手 没有指槽 切回来可就直接落到你的手上了 对不对 给指都落到你的手上了啊 断指啊 这个是 所以说有个指槽吧 还是有好处的啊 你像st一样 他即使是解锁之后啊 你正常握持姿势的话 他也是不会落到你的手指上的这个刀刃 对吧 他因为他有个指槽嘛 包括像新德勒 之前他的这种快开棋 对吧 他往下落的时候 他会直接压到你的手指上啊 他不会就是说直接落到你的手上啊 刀片直接落到你的手上 好 然后下一点 然后这就是他的安全机制啊 锁定类型是框架锁 然后有做着这个 防过渡解锁的这个装置啊 在这边他用挡住了一个脚啊 挡住了一个脚 这样就起到了一个线尾盘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他就是不会去过渡解锁了 你用的时候 然后再一个点就是他的这个 指刀方式啊 指刀方式 这是一把内指刀尖啊 什么叫内指刀尖 他的指刀柱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打在刀片上的 同样是过温配合啊 打到打在这个指刀 打在刀片上 然后开的时候 他这边太柄上给他预留了一个路径啊 过来之后 就可以锁定成功了 锁定成功 解锁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过来之后就已经解锁了 呃 就已经那个闭合锁定了啊 起到了一个指刀尖的作用吧 但是这种他是有比起这种传统的这种呃 外指刀间来说 他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容易进去这个灰尘杂质 以及颗粒状物品啊 他如果进去之后 尤其是发粘的话 他可能导致你锁定 无法锁定啊 无法进行锁定住 呃 然后我 就是说不太推荐去恶劣环境下使用啊 不太推荐去恶劣环境下使用 嗯 因为这是结构导致的吧 对吧 内置指刀尖着这种先前结构会导致的这样的问题啊 然后再下一点的话就是 这个护手护手没有哦 对吧 没有护手啊 有算是有吧 就是太小了 对吧 几乎起不到护手的作用啊 如果你去大力穿刺的话 很有可能对吧 很有可能会一下子 滑到这个这个刀刀刀判片上啊 这样会导致手部的一个切伤 然后尾声孔的话也是没有预留任何尾声孔啊 是没有办法穿 哦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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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尾声孔的 尾声孔在底端啊 是从这边穿过去 然后拉出来 是绑在这个背骨上啊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尾声孔设计至少要比某些这刀要强得多了 对吧 好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内部结构了啊 内部结构用的是主轴 然后 类似于蜘蛛那样的主轴啊 然后能够起到一个类轴套的一个效果 用的是电片结构 用的是电片结构 两片黄铜电圈 没有用轴承 然后 然后需要说的话 它是在这个锁定啊 这个这个这个框架锁上啊 在框架锁的基础上加了这个碳化屋锁头啊 就是做了一个碳化屋的这个皮肤 然后就是说防止就是说磨损吗 防止磨损吗 然后这个锁定做的其实还可以啊 做的还可以 就是配合度还不错啊 锁定做的做的配合度还不错 还是比较精密的 还是比较精密的 这就是说一提锁大家都在诟病啊 说什么一提锁你被敲解锁啊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只是扯淡啊 扯淡其实是啊 你真的好的一提锁 你是敲不解锁的啊 你是敲不解锁的 当然了啊 换句话说 你只要力度够了任何锁定 你都可以给它敲解锁 即使是超级被锁 对吧 没有坚不可摧的锁定啊 只要是一提锁 它虽然很好做啊 只要一个一个切槽就行了 对吧 一个切槽就行了 但是真的是这么简单的吗 一提锁你要做好的话 你要与刀片配合 与这个锁头这个处理啊 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啊 以至于 国内国外啊 大部分的这个折刀啊 甚至包括了某些手工折刀 它都去处理不了这个东西 都去处理不了这个东西 你如果想做这个摊化屋 皮肤的话 你至少要买它这个摊化屋皮肤机吧 对不对 然后买它强化机 你去强化它 嗯 烧锁头 对不对 这个也不是说每一把刀都会去这样去做的啊 没有没有 他们没有这个经历去这样做 所以说能够把一提锁做 做一提锁很简单 但是做好一提锁很难啊 很难 要远 这个费劲程度 为什么现在大部分都用什么钢锁头啊 对不对 因为它简单嘛 对吧 它只要洗上一个槽 这个又不用人工去做 洗上一个槽 然后直接呃 上个螺丝就可以了 对不对 量产工业化量产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做这个摊化屋锁头这个皮肤的话 你必须得人亲自去操作 对吧 手锁头 你必须得人亲自去操作 才可以 这省下一大部分的人工费用啊 这是上 这其实是 商家给自己变相的节省成本啊 节省人力成本 对吧 至少以前的话 他在这个岗位至少要派一到两个人 这样他的话 他可以直接把这一到两个人给拿掉啊 直接CNC 洗出来 对不对 多简单 然后大家可说 还是说洗锁头有难度啊 洗锁头没有任何难度啊 我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难度 现在一提饼力解重 他都可以给你开 你别说这个洗个锁头这个难度了啊 很小啊 很小了 好 然后并且这个钢锁头吧 他还容易就是说 不管你配合的好 配合的不好啊 他还都都没有什么讲究 对不对 然后他不像这个 这个坐着这个肚层一样 你如果做不好的话 他会发粘 对不对 你要做好的话 这个其实是不会发粘的啊 有人说你像st啊 对吧 为什么锁头会做的有一点点发粘 而这个新的乐就没有 对吧 为什么新的乐就没有这个感觉 对 这个是对一起锁这个处理方式 包括cr 他也没有锁头占领的感觉吧 对不对 这都是这对锁头进行了一个处理啊 达到这个处理的精细程度 其实要他的加工难度要远高于其他的锁定 所以说好的一起锁很难做到啊 很难做 而一提锁是非常好做的 但是做出来好与坏 那就区分了啊 所以说不能因为这个一提锁好做 大家都用啊 做的不好就去骂这个一提锁 垃圾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一提锁是很好的 非常优秀的一个锁定啊 真的做好的话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锁定 不比任何轴锁啊 背线锁啊 那个叫什么锁 超级背锁啊 差啊 并不比他们差 甚至我我个人喜欢程度 这个一提锁是要远高于其他锁定的 然后陪名第二可能是轴锁啊 可能再往下其他锁 超级锁啊 多说了一点啊 多说了一点 好 然后整体便携性的话很好啊 因为他的收大比是百分百 除了录了这个快开机之外 是百分百的啊 你的手包括你从这一侧啊 几乎是摸不到他的刀刃的啊 几乎是摸不到刀刃的 对吧 我是开刃的啊 如果要我手早就挂花了 对吧 这边就不用说了 他有背骨啊 他有背骨就更没有问题了 就说整体做的这个 这个收纳比是很不错的啊 就是你从外面观看 只能看到他的刀柄啊 只能除了这个路的这个快开机 需要说一下他的亮点 这边还加了一个穿管 给你啊 给你加了一个穿管 我这个是绿色的 应该是 对吧 然后 挺好玩啊 挺好玩 出厂给你加穿管啊 这没有就是像一些 一些 其他的一些品牌一样 就是给你加一个 你要自己花钱去加啊 当然这样的话 你自己加上 你就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抠下来 对吧 再换一个 这个不费劲的 这个不费劲的 好 整体重量不重啊 不重 100来克 110来克 甚至不到120克的重量 很轻啊 很轻 然后内部的话 我看看他有没有减重啊 他应该是没有减重的这一块 但是他的刀柄并不厚啊 刀柄并不厚 并且他上面开的这个圆孔 其实相当于减重啊 其他一定减重作用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背夹的话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背夹啊 比较好用的一个背夹 因为我已经体验过了 然后整体厚度啊 拿着我之前的厚度 他并不会影响你的我持手感 细节做工 没毛病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选择了开了双刃之后 导致我现在不大敢玩他了啊 因为第一是我的手比较笨啊 我的手比较笨 可能觉得 前期快开吧 始终用不太好啊 有的刀已经用得很好了 前期快开啊 但是这把刀我始终用不好 可能是他设计的这个前期太小了 并且这个脚吧 有点刮人 有点刮手 如果就是把它做长的话 甚至会把你这边给你刮破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开了双刃之后啊 非常非常容易搁上自己的手 这也是他一个 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吧 到时候现在不敢玩它了 我现在就是把它收起来了 但是呢 从这把刀的设计和加工来说 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只要你不选择这个开双刃啊 因为我是强制性 要求他给我开双刃 所以导致这个结果啊 但是如果是担任可以担任的话 你就可以随便开了啊 就像普通折刀一样啊 各种往手往上面按就没问题了 好 那这把利宾的这部个金科啊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啊 最后给大家上一个大小对比 对比下大小的差点又忘了 3.5寸的啊 551 还有3.5寸的 呃 这个李克星团了 XM18 可以看到啊 然后他的大小还是偏小的啊 还是偏小的 是要比3.5寸要小的 但是他的刀刃是不短的啊 是不短的 并不是并没有短多少啊 然后再跟这个SNG 还有我最喜欢的蝴蝶新型号啊 237这个阿达马斯 而可能很多人问啊 说这个阿达马斯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是用的古希腊语 好像是名字其实是无敌的意思啊 这个这个蝴蝶给他命名 说明对这把刀的信心是非常 一直就是说非常非常大的啊 期待非常大的 也是晋升到我最喜欢的蝴蝶了 已经好 我们大小就简单对比到这啊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这把刀啊 利宾的虎幅 还不虎幅了利宾的这个金刻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吧 好 大家再见